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出了一个简讯 明确讲说 川普的身体完全可以全面回归到参加正式的公开环境 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任何传染性 在他身上展现出了一份奇迹 展现了奇迹 他如此曝光的背景 在全球的媒体都集中在他身上的背景之下 人们看到了他如何进入医院 如何走出医院 人们看到了他对口罩的态度 对疾病的态度 对中共病毒的态度 他是一个透明的人 而他的年龄 他所遭受过的苦难 跟他今天展现出来的那一份精神 就是奇迹的本身 星期六下午两点 川普在白宫的南侧草坪 他在讲话的第二条就讲说 今天的美国遭到了中共国病毒的攻击 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战胜中国病毒的 这就是他讲话的主题 随后媒体 因为他是下午两点多出来的 随后媒体就开始攻击他 就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动作 他又把口罩摘了 川普不再具有这个传播的风险 重新开启公开竞选的活动 这是BBC BBC是不喜欢川普的 说面临质疑 谁质疑他 包括BBC 对吧 几乎所有的左派媒体都用这个动作 同时间拜登在另外一个发言当中 一个他也在竞选嘛 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 他在发言 公开发言的时候 他口罩戴到这儿 然后呢 年龄大了嘛 他就把口罩摘下来 往嘴里咳嗽了一口痰 放在手里了 然后他把口罩戴上 没有人报道 这是今天的社会 所以带有政治上 利益上的攻击 已经成为了今天 美国大选中 极具一种 极具表现和大家看到 而这个东西 就跟台湾大选时 我们看到的故事几乎是一样 几乎是一样 川普的医生 所发出的通知是讲 在整个他的测试中 从他的1号 就是10月1号出现状况 到10月10号 完全符合美国国家 所制定出来的标准 他身体已经没有任何传染性了 其实按照我们通常能理解的 他在第6天 身体已经测出抗体 他是一个免疫者 身体测出抗体 随后在9号的时候 8号9号 8号的时候 他提出来说 他愿意提供他的血浆 一共研究也好 或者给人治病也好 血浆治疗利用血清 这是治疗病毒传染病当中的 一个传统的做法 一个直接了当做法 因为在他的血液当中 已经有抗体了 一个染病的人 接受这种抗体之后 在他的身体里面 自然就产生作用 有几个 有几个在这当今社会中的男人 可以这 当他有身份 当他有钱财的时候 他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是他昨天 在这个南草坪 发表演讲之后 等到晚上 他的这个医生 就发布了刚才 我们说那个消息 他的消息的本身呢 就等于是 扫清了媒体的所有质疑 但是媒体不愿意去听 这个川普自己医生的话 认为那个医生 也在骗别人 就是一句话了 这媒体的概念 你只要没顺着我说 你就是骗别人 骗别人 如果你顺着我说 你就是傻瓜 你看我早就知道了 这样的共产党式的宣传 共产党式的洗脑 共产党式的理论 在中国社会到处都是 普通人当中 要饭都是这样 那反过来 在美国社会就出现了分裂 终归美国社会 有一部分人 他是传统 他是正统 他有着信仰宗教的背景 这是在我眼睛里 这就是这样 所以美国社会的分裂 实际是把那些 女人身体 女人做主观念的人 给他暴露出来 扫掉 那已经那样了 那东西 那他是得扫掉了 那你 我觉得这道理很简单了 如果家里今天一个家庭 家里的人是这个想法的话 你家就牛脸第二天 开夫妻店了 那为什么不开呢 其实是这问题 其他的都是骗的 其他都是装潢 都是装潢 那是真正的一个 一个真实的一面 川普提出了 医生做出了这种佐证 媒体又不接受 而川普展现出自己大选的信心 第一个 美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个 我们要捷径 作为美国一定会战胜 中共国病毒 随便你们怎么叫名的 我就叫他中共国病毒 川普的发言就这态度 我们讲 早就解释过 台湾跟美国一里一外 在适应着一种天象的背景 成为了 成为了今天的一个 成为了今天一个完整的场面 在未来 星期一 川普到佛罗里达 星期二 可能他到宾夕法尼亚 可能啊 星期三 到爱荷华 所以他的竞选的 这个这个路途呢 都已经安排好了 至于说 本来星期四 应该是有第二场的辩论会 辩论委员会 宣布取消了那场辩论会 原因 川普不接受视频上的 这个就是视频的这种 远距离的这种辩论 川普直接讲 那会造假的 美国人 他有权利知道 自己的总统 在真正的环境中 在这种一对一的应变过程中的反应 那辩论委员会 在给他选的第二个 第二场的辩论会当中的主持人 是拜登的学生 华尔街时报的记者 他自己在推特上 他自己在推特上竟然询问 川普的缘故源 现在不支持川普 改成支持拜登了 说如果川普怎么说的话 我将如何回答 这个推特 结果被公开了 他自己给推错了 应该是私聊的 结果他推到公共环境了 他变成这两个人 在公共环境中对聊 被其他人偶然发现 给pose到网上了 这就是辩论委员会 而已经进行的 两场辩论委员会的主持人 就明确跟川普 跟共和党这一方作对 今天不是党派执政 今天是人的 他展现出来的都是人的品质 福克斯新闻网的华莱士 后来的这位主持人叫苏珊 讲的他生命的品质 表面上是党派执政 但一个人的品质 人品在公共环境中 可以随意的乱来 那就是生命的定位 那是生命的定位 穿着西服 很多流氓 大多的大流氓都穿西服的 但人说穿西服 都像绅士 对吧 一到晚上女人穿都是晚礼服 对不对 但很多人眼睛看着晚礼服 没看着衣服 所以这问题 问题出在这里了 那问题出在这里 就是生命定位了 一样的道理了 无论是晚礼服 还是男人的西服 那在今天的辩论会当中 在这件事情当中 同样表现了这个品质 所以再过20天 应该是再过20天 21天 美国大选的投票就开始 历史 这是历史性的过程 美国重新确定 净化成自己 应该是一个 有神背书的概念 所以川普身体的转变 本身就是神迹 可是今天的人们 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看待 大多数人可能有这种意识 但是我刚才解释了 为什么在舆论当中 看不到这一份 那个四门大开的女人 她可以在全世界 被所有人都看过 一个坚守着道德的妇女 带着三个孩子 没人去理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